好嘞 那我們剛剛講的revolve 大家應該都有用一下 這裡齁 有些小東西你們可以使用一下 像這裡 我們按for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調整它說 你今天不要跑那麼多 你今天跑190度就好了 那這個時候它就只會跑 這樣子 OK 那如果是surface的話呢 來 這裡點跑掉 點一下 變一個殼 好嗎 表面而已 可以嗎 但是我們這邊說過 我們還是用一個固體的狀態就好 好不好 那如果這一步都完成的話呢 現在呢 我需要你們來完成 你們這個禮拜的作業 來 那我現在這個禮拜作業就先把原本來刪掉 這禮拜作業是什麼呢 我們之前有看到 同學們坐的椅子 來 這禮拜作業就是來 坐一張椅子 坐一張椅子有什麼 要注意的 來 我現在先隨便畫一張 那我這裡一樣講 我如果畫了東西 你們不准再畫一次 好 好 來 Sketch 好 這裡東西你們都可以用 好 來 我先隨便畫一張 椅子 最需要什麼 兩隻腳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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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接下來呢 extrude 來 來 來個五十萬 六十萬 OK好 一字 好 至少是這麼簡單 來 接下來呢 加一點新功能 好不好 齁 來 這裡 Sketch 方塊 這邊 我點選到它的 邊緣再多一點好了 好 來 咕咕 然後呢 我 extrude 然後Sketch2 這個時候我點 remove 好 來 它現在只有單一方向對不對 這裡可以調 我們可以選兩個面 好 那這裡呢 等一下 這裡 因為你看喔 前面這邊 它的距離比較近 所以它直接切掉了 然後 為了讓它 全部都公平 所以就 一起切 好不好 好 那這樣四隻腳都出來了 OK嗎 好 那很快 這樣椅子就完成了 好 我再講 你們不能畫這樣子的椅子 好 就是說不能這樣長出來 然後這樣來過去 你們都會share給我 所以我看到你們這邊做了幾步 好 你們可以上網去找 上網去找椅子 或者是找板凳什麼 都可以 好不好 挑一個 別人的設計 然後盡量去把它畫出來 可以嗎 那我們這個禮拜 做業角道方式呢 嗯 我等一下會跟你們講 好 然後 另外拍成一部影片 另外講 好 這個部分你們現在可以先完成 那 這套軟體 我基本上就介紹到這邊 好 就是 這個部分 你們畫的部分 就介紹到這邊 那 剩下 哦對 圓角 圓角務必要做喔 這裡講 務必要做 好不好 好 不要讓我一直提醒 好 沒有變那麼立的 好不好 按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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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讓它全部都有圓角 好不好 好 這部分你們可以 可以自己完成 好 來 然後呢 好 那做業角道方式 我打在 我會在下一段錄影 那你們可以先開始做 然後或者是我們 就馬上來講 下一個內容